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若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呢 刚刚学习如何便利目录 对不对 那这点个儿呢 咱们学习一下 跟便利有关的 通过便利 咱们来求一下一个文件夹下的文件的个数 和这个文件夹的大小 好吧 那在学习文件夹的大小和这个个数之前呢 咱们先想办法统计一下词盘的大小 为什么统计词盘大小呢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操作系统 比如说吸盘 我鼠哥一放上去 你看 他给我们提示了什么东西啊 可用空间多少 总大小是多少 对不对啊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总共空间是20G 对不对啊 然后呢 现在可用空间还有13G是可用的 对不对啊 那这样的信息 我们用PEARP能不能获取到呢 是完全可以的 那怎么办呢 PEARP给我们提供了函数 看到这两个了吗 一个是返回目录中的可用空间大小 一个是返回目录中的磁盘大小 那我们来试试一下 声明一个变量 TOTL 这是磁盘总大小 对不对啊 它里边需要传一个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这里边返回一个传一个字幕串的目录 对不对 给出一个包含有一个目录的字幕串就行 然后呢 就会找到这个目录的字幕串所在的分区 将根据相同的文件系统和刺杀分区 返回所有这个刺杀分区的字节数 看 跟吸盘 地盘 对吧 这样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我给一下我的吸盘 对吧 我们就知道我的吸盘的总大小是多少 吸盘的总大小为 对 反过来的是字解数 记不记得他前面学过 如何把字解数转成对应的尺寸 对吧 对除以 那他如果都是按计算的话 就是直接除以 POW对不对 2到30次方 是不是这样吧 然后我们再45度可以吧 然后ROUND45度一下 这么多 G 对不对 空间 换一行 那我们看一下 磁盘总大小剩这么多呢 运行一下 吸盘总大小20G 跟他看到是一样嘛 对不对 然后刚才咱们看到可用空间 还剩多少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个函数 在这里边跟他相近的 看到下边了吗 反正有可用空间 使用这个 跟刚才的总大小函数 用法几乎一致 FRE可用空间 我们这会儿也传一个吸盘进来 然后输出 吸盘的可用空间 对吧 是多少 还是跟刚才一样 转成一样单位 2到37 然后有了二三 总是就给单位 对吧 嗯 那我们看一下 可用空间多大呢 是不是13G 也就是跟我们放在 这个位置显示的 是不是一样了 我是45路了 对不对 当然的话他也会这样 那么使用了多少空间呢 他没给出 你知道总大小的 知道可用空间了 是不是就是使用空间了 这是求磁盘的 那我们保存一下 dc.crt 对吧 咱们现在要统计文件夹的 不是磁盘的 对不对 对 还记着前边咱们便利文件夹的过程 是怎么写的吗 那不管是统计文件夹里边的文件的个数 或者步入的个数 还是统计这个文件夹里边的文件占有多少 都需要遍立整个文件夹才可以 嗯 那比如说我写一个函数 叫做 呃 获取个数 对不对 呃 没有必要便利的东西 里边可以对一些判断 咱们解写下 不用判断 那这个函数呢 是怎么的 用来统计 统计一个目录下的文件和目录的个数 对吧 嗯 那总计让我判断一下 如果 A子 币 下来 d 如果是目录的话 对不对 我是不是才统计 如果不是目录的话 那我直接就是一个文件 我直接返回 是不是就行了 就对了 反过个数是一个 对吧 那如果是目录的话 我们这话 还记着咱们前面的几步吗 第一步先干嘛 对吧 第一步 打开目录资源 对不对 open dr 发了口 对啊 打开 有打开最后就得干嘛 对 cr os close dr 关闭 这个目录资源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说了 嗯 是 正好我们就文件就不做了 就直接判断 正好我们就解写吧 不然多了下张麻烦 你听了吧 嗯 就进来解写一下 啊 大家知道如果不是目录的话 都不统计 直接是一定想的 对不对 现在咱们要做的什么呢 想统计目录数 一个文件拿下的目录数和文件数 两个 对不对 两个都不好反过一个质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引用方式去做 也可以用全体变量去做 对不对 因为两个值嘛 你要在里边 连接的话就不太好了 所以呢 我们先声明一个变量 就它 drn 代表什么 先写量 代表 目录数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呢 doll for file n 表明表 代表是什么 文件 文件数 对吧 然后我们在下边就可以掉用这个函数 getdn num num 这里边传业价 比如说得上这个用的 pp my id me 这个目录名 我想统计这个目录 有多少文件 有多少目录 对不对 统计完之后 因为是将这里边 把它看成全局变量来用 gro 为global $drn 然后 gro dr global $ 这样 在里 那 放到这里边 这样的话 我们统计一个累加一个 这增加一个是全局变量 是上至增加 上至增加 那我们之后就可以输出 啊 目录数 为 drn 这么多个 对吧 嗯 然后呢 输出 文件数 为 文件数 为 file n 对吧 嗯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开始变力了 变力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用一个wil循环 是不是就可以啊 然后里边文件名等于 瑞的dr 是不是读这个 从那个目录资源里边 对吧 读取的时候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需要干嘛呀 把点和点点是不过去啊 对 那个咱们说不做统计 因为他们如果有统计的话 有底规的话就麻烦了 点点都跑到上一层目录 那上一层目录 我们创就多了 对不对啊 导致整个操作系统的目录 全部处理了一遍 对吧 就会很大很慢 而且呢 要删除的话就很危险 所以这边能做一下 如果doll for file name 什么的 不等于点 并且啊 doll for file name 不等于 什么点点 这个时候我们是开始处理啊 但是处理的时候 判断里边是文件 是不是得找到 传的目录下边的目录啊 而传目录是传到这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话 file name 要等于doll for file 连接一个鞋盖 再连接谁啊 file name 也就是要这个文件名 加上前边的所在的目录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 is dr 判断 file 如果是目录怎么办 对不对 如果是文件的话 我就要这里边的文件 这个数 file n 怎么呢 加加 看到了吗 这样的话文件数 是不是有一个文件 就加加啊 但是目录的话 我们不光是统计要这个目录数 drn 加加 对吧 我现在这个统计是可以的 但是只统计这个目录下边的目录数和文件 你看 我现在输出一下 看目录数为7个 文件数为97个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对 对 这个论法 咱拿过下边 批人买的命 这个下边的所有文件 看着一下 对吧 你看一共是104个对象 104个 97加7是104个 那将目录和文件 是不是在一起的 但是呢 咱们要想统计 还想统计什么呢 目录下边的 还有目录 目录下边还有文件 是不是这些咱们现在想全部看一下 它的子目录和子文件的所有的个数是多少 对吧 那 统计一个目录怎么同意 对吧 你统计这个子目录是还是进来的执行电 所以再调一下自己这个地规 再调一下盖的 drn 再把子目录下 这个查到的文件 如果是目录的话 咱用它处理一句 对不对 是遇到目录就打一句 遇到目录打一句 那目录这种结果特实和地规在一起 只要我加一个这个 地规 就可以对不对 查看所有 目录有怎么进行 对不对 你看我虽然加了一个 那我们看一下 结果就大有所不同了 总计的目录数是148个 一共所有的子文件 加起来是1114个1000多个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统计出来什么 目录一个文件 里面下的目录数和文件数 对不对 当然了 你看到了 这是一个便利累加出来的 是不还包括系统资源 那咱们现在是统计完目录个数了 当然有很多方法 对不对 来做 然后我们看一下 保存一下 是目录NUM数件 那下一个我们还要做什么 除了便利目录 之后 是不是想知道文件夹多大 对不对 文件夹本身是空的 是没有大小的 对不对 而文件夹大小 决定你里面文件多大 对吧 所以我们改造一下函数 上面不要了 对不对 统计一个目录 大小 那盘数名我们也换一下 我们叫什么 文件名叫file 文件的尺寸叫file size 对不对 目录尺寸叫dr size 对吧 然后里边这也不用全绝的了 下面有不用了 我还是想统计谁 dr size 目录的尺寸 还是想统计prm mide the me 多大 对不对 这回我用反徽值的方式 输出 prp mide the me 目录大小 为 为什么 那就看我们算数多少 对不对 那同样的 前面代码都不用动 只是在这个地方 有所不同 如果是便利当前文件夹目录大小 当前文件夹目录大小的话 我只要穿一个谁啊 做一个size等于零 看到了吗 size等于零 然后在这块 你要什么 直接调用 当前目录下 要在累加 加等于谁啊 文件size 你看 每一个文件 是不是这块 变利整个循环 是变利每一个文件 要每一个文件的尺寸 加起来给它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循环完之后 怎么 每天想是谁啊 size 是不是就值得大小了 现在我只知道 当前文件夹下的 所有文件的大小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它呼噜大小为这个 这些是自己 这当前目录下的 我把它转成 转成兆就可以了 对不对 转成兆的话 应该是让它除以 多少呢 除以POW1024的 1024的二次房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在45度 先不45度了 是吧 然后 然后连接一个兆币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当前下边的文件 0.72兆币 对不对 对吧 我要做的 不是就文件夹下一层文件夹 这类加做 是不是所有文件夹都要加 对 所以其他文件夹也是一样的过程 所以这时候等使用什么 使用地 规 这样的话能辨定到每一个文件夹 对不对 地规就是第1自己 对不对 第1完之后 第1自己 遇到文件夹 就把这个文件夹传进去 是不是计算这个文件夹每个问题 相加 对不对 所以这地规很好理解 加完之后 是不是反馈着这文件下的尺寸 那个外边的层子 再怎么当 再累加一下 打了 赛 这不就可以了 只要加这一句 那所有的子文件夹都出来了 所以地规很好理解 就是按照一场巨蟹 对不对 满意了之后 只要再合适地位 再加一次 那同样的过程又执行了 对不对 那这遇到目楼就打开执行 反馈尺寸 所有的累加数据全出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 整个这文件夹大小是多少呢 22兆币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22兆币呢 我只要6件 什么 属性 22兆大小 看到了吧 是不是很准的 对吧 他不一定说一模一样 但是很详细 说明这个统计是没有问题的 对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跟大家介绍的 三个知识点 分别什么呢 一个是统计磁盘的 一个是统计文件夹中 什么 目录各种的 对不对 还有目录和文件各种 还有一个统计文件夹大小的 对不对 当然统计文件夹大小 除了用这个 如果大家觉得效率低的话 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什么呢 在另一个操作系统里边 使用的命令 第一个操作系统里边使用命令是这个 DU 杠SHM 后边加上哪个目录名 比如说 PRP 买Admin 看到了吗 一块执行了 第一件下边呢 你想执行它用E 只要应该还是EXEC 执行它 执行一下这个命令 就可以直接反对大小 这不很方便 一套大部分就可以了 借助于操作系统命令完成 但是这个 借助于操作系统命令不安全 听懂吗 但是效率要比PRP 写的效率要高 OK 这只是提醒大家一下 有好多东西 PRP完成不了的 都可以借助于SHELL 就是理念一下SHELL命令来完成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 咱们就 就要到这里 这节课的支点 咱们给我讲完了 那下节课咱们继续 误误的操作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楼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